在忙碌一整天后 来杯冰凉的酒 啊 真是人生一大救赎 不过你有想过 为什么人喝了酒就会很放松呢 啤酒和红酒又为什么会苦苦涩涩的呢 啤酒和红酒为什么会苦苦涩涩的呢 啤酒的苦味主要来自于 属于阿法酸的绿草酮 这项成分来自于啤酒花 啤酒在开瓶后放酒会变苦 是因为绿草酮的氧化 才使得苦味变得明显 而红酒的色味主要来自于 多分类的儿茶素 一定浓度的儿茶素 会让人在喝下酒后 与唾液蛋白结合 并把唾液一起带走 因此造成口腔内壁 以及牙齿间的摩擦 所以喝完酒嘴巴感觉色色的 不是味觉 是触觉耶 那要怎么减少酒的苦涩感呢 嗯 别急 等会再告诉你 为什么喝酒可以让我们放松呢 这是因为酒精是一种 能让神经运作减缓 并镇定神经的液体 可是有些人喝酒以后 就会大吼大叫 根本就没有镇定啊 这个秘密和脑的构造有关 脑部最外侧有着大脑皮质 负责理性与思考 内侧的边缘系统 则负责感情与记忆 接近后脑勺的小脑掌管运动功能 最里面的脑干则掌管呼吸等维持生命的必要机能 酒精第一个影响的就是抑制大脑皮质的活动 因此当大脑皮质的功能减弱 被理性所抑制的情感与本能的冲动 就有可能会显现出来 所以人家说 喝酒能够放松 其实只是舒缓平常紧绷的理性神经 让压力悬泄 三杯黄汤下毒后 你还是你吗 人家都说 酒后乱性 酒后吐真言 喝了酒以后 真的会变成另一个人格吗 2015年 秘苏里大学的研究者们做了个实验 他们将374名平均18岁的中西大学的学生 喝醉酒后的人格 整理成以下几种类型 不畏酒所动的海明威型 温和有爱心的仙女包姆型 混乱邪恶的海德先生型 酒后大变身的夏曼可伦教授型 无论你是哪一种类型 要是喝太多的话 运动和记忆的机能都有可能渐渐地镇定下来 导致无法直线行走 而且第二天也会完全不记得自己做过些什么 更严重的话 甚至会让脑干麻痹 引发急性酒精中毒 那除了影响大脑之外 酒还会怎样影响身体呢 在一般的情况下 喝进体内的酒精 会从胃里被引导到肝门静脉 这时肝脏内的酵素 乙醇脱青霉 会把乙醇氧化成乙醛 这个坏东西可能会造成头痛与恶心 并且它被怀疑是宿醉的元凶 不过别担心 人体内还有着叫做乙醇脱青霉的酵素 可以将乙醇分解成伤害力较小的乙酸 稀释以后就是醋啦 不过每个人对乙醇的分解力有强有弱 所以还是建议饮酒适量啦 慢慢喝细细品尝 又是不舒服的话 你千万不要勉强喔 可是有时候喝开了 我酒挡都挡不住啊 干啦 然后就 那到时候我该怎么解酒呢 我应该喝茶 喝热汤 学神农事长百草 还是吃解酒产品啊 很可惜 目前的解酒产品或食物成分 大部分都是氨基酸 维他命 大豆或胚芽发酵萃取液等等 这些成分目前都无法证实能加速代谢酒精的效率 想解酒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多喝水多上厕所 这样一来就有机会将来不及被消化到吸收的酒精自然排除 减少酒精的吸收并缩短宿醉的时间喔 好啦 说了这么多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啤酒跟红酒变得不苦不涩又好喝呢 要让啤酒好喝不苦的秘诀就是 冰过 并且在开瓶后尽快喝完 这样除了能避免绿草酮的氧化影响味道外 更主要是因为较高的温度会让人类的味觉变得灵敏 感觉到的苦味就会更明显喔 冰过的最好喝啦 那红酒的色味呢 我们刚刚提过红酒的色味主要来自于儿茶素 儿茶素可以借由盛放或是醒酒进一步聚合成丹宁 变成丹宁的儿茶素改变了结构 与唾液蛋白的结合能力相对较差 因此能让酒变得更顺口 另外 多分类含量高的红酒 醒酒需要半小时到两小时不等 but 以上的帮助还是有限喔 因为并不是每一支酒都有醒酒或是盛放的潜力 尽管醒酒可能让酒稍微软化 减少色味并让风味变得更好 但因为酒的味道并非只取决于儿茶素 再加上每个人对于味觉嗅觉有不同的敏感度 因此好不好喝还是因人而异的 不过至少你可以在享用一杯红酒时 一边醒酒一边喝 找到自己喜欢的口感后再记录下来 这样你就知道这瓶酒该怎么喝了